北京时间8月5日 在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 我国选手孙杨以14分31秒02的成绩夺取金牌 同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比赛开始因为发枪出现问题 只有孙杨跳入水中 不过只是虚惊一场 第二次发枪比赛正式开始 孙杨按照自己的节奏逐渐扩大优势 到300米时领先朴泰环1.04秒 400米时孙杨依旧领先 游得很平稳 至500米 孙杨又将优势扩大到1秒以上 随着比赛的深入 孙杨的优势越发明显 游至900米时 领先优势已经不可动摇 进入最后100米 孙杨开始提速 全力冲刺 最终以14分31秒02 多取本届奥运会个人第二金 并打破了由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 加拿大选手科奇拉尼 以14分39秒63获得银牌 突尼斯选手梅洛里 以14分40秒31摘得铜牌 朴泰环以14分50秒61获得第四名 爱奇奥运整理报道